十点钟时,秦马儿来到公司了,兴高采烈地坐在办公室里安静地等着还在开会的风酒瓷的到来,发现茶几上放着一份资料,他很想看,可是他又不敢,因为这是风酒瓷的东西,他担心看了风酒瓷会生气,可是好奇心趋势,他又忍不住想看,心想这文件竟然是放在茶几的,而不是抽屉里的,想来也不重要。 可是,就当秦马儿看到文件的内容时,他整张脸都变了脸色,他浑身僵硬,握着资料的手僵硬在半空中,指尖一点点地松开了,连他自己都没发觉。 你在看什么? 对不起,我刚才实在是无聊,就看了一下,对不起啊,九次。 男人修长的手,缓缓地从茶几上拿起了那份亲子鉴定书,冷笑一声之后又扔下来,一张破纸,没什么好紧张的。 破纸? 秦马儿诧异抬起头来,他以为风酒瓷很在意这东西,没想到他居然一点都不在乎,秦马儿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松下来了。 九次,这是谁的亲子鉴定啊?你有儿子了吗? 秦马儿在试探着风九次,他知道,风九次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男人,更准确地说,风九次根本就不会去在意和关注那些不相关的人。 等等,如果风九次不是在意的话,他根本就不会去调查,更不会做什么亲子鉴定的。 秦马儿真的很害怕风九次发现豆豆和他的关系,那样的话他们就真的完了。 越这么想,秦马儿就越加地害怕,可他还是要努力地保持微笑,不让风九次看出异样来。 秦马儿自认为自己伪装得很好,但在风九次看来却太差劲了。 秦马儿的一举一动恰好证实了风九次的猜测,秦马儿看到秦威浅就会变得格外紧张,哪怕他伪装得再好,风九次也能感觉得出来。 他对秦威浅的敌意不是寻常那些小打小闹那么简单。 他们一定是积怨以身。 我有没有儿子,你心里不是最清楚吗? 秦马儿的心里咯噔一声。 他什么意思,他都知道了。 秦马儿瞬间心慌了,心脏跳动的频率直线上升,他感觉到自己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。 对啊,你怎么可能有儿子,这些年你的身边就只有我一个人,不可能有儿子的。 只是,这秦威浅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你的办公室里啊?难道是他整理文件的时候不小心落下的? 应该是吧。 我去还给他吧,他的东西丢了,说不定这个时候正着急着呢。 嗯。 你给我来一套卫生间。 末了,秦婉儿竟止走向了卫生间。 不远处的陈琪看到这一幕,快要不得走进风九次的办公室汇报说。 总裁,秦婉儿和秦威浅都进女厕了,我要不要跟进去啊? 你一个大男人,跟进女厕所干什么? 错了,我的意思是,我要不要想个办法,进去都听啊。 不用,风九次拒绝了陈琪的提议,事实已经非常明了了,秦威浅和秦婉儿绝对是认识的,并且他们很熟,否则照着秦威浅那个连他都想打一架的臭脾气来说,肯定是不会跟着秦婉儿走的,秦婉儿也不准备再装了。 秦威浅,你几个意思?你想说什么? 你别装了,那份亲子鉴定书是你放在风九次的办公室的吧。 然后呢? 我是想告诉你,野种就是野种,别以为风老夫人喜欢秦豆豆,你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 你们母子两个,就是烂在泥潭里的烂梨,永远也不可能派上豪门的。 你最好,给我识相一点。 我就是不识相,你又能把我怎么样? 秦婉儿,当初我是怎么进的夜色? 你心知肚明。 我想那刘经理,也是你找来的人吧。 呵呵,是又如何? 既然是,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 你最好把钱的事情全部给我摆平,否则我就去报警。 我是无权无势,但跟你斗个鱼死网破的能力,还是有的。 如今的秦威浅一无所有,他除了秦豆豆之外,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。 他压根就不值钱,但是秦婉儿就不一样了。 秦婉儿有自己的公司,还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,整个云城都有不少的人在追捧他。 秦婉儿还拥有的东西太多了,可他拥有的越多,他就越害怕失去。 一旦秦威浅跟他撕破脸皮,秦婉儿就算是不坐牢,也会颜面尽失的。 再想嫁入豪门怕是没机会了。 因为没有一个正经的豪门会要秦婉儿这种媳妇的,至少封家不会要。 封老夫人本来就看他不爽,很有可能架进门之后就把他一棍子打死,让他再也翻不了身。 而这些秦婉儿本人也非常清楚,但他实在是不喜欢被人威胁,很准确的来说是不喜欢被秦威浅威胁。 因为在秦婉儿看来,秦威浅不过是自己家里养的一条狗,一条没有利用价值被扫地出门的野狗。 就算是秦威浅现在回来了,在秦婉儿看来,他依旧是不能够跟自己平起平坐,更不能够威胁他的母狗。 这是秦婉儿万万不能容忍的,他真的好气啊。 你别太嚣张了,我就算是嚣张又如何?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这张脸撕破?你试试。 秦威儿怎么可能还忍得下去呢? 抬手就是一巴掌,秦威浅就往旁边一躲。 从后面办了一下。 那惨叫声凄惨至极。 你怎么回事啊? 我又怎么了? 逗逗爹地都死了,还死得那么惨。 一个小孩子孤苦伶仃的,你就不知道想点办法让他留在咱们家里吗? 妈,那是别人家的孩子。 你还好意思说是别人家的,你长得那么帅,条件这么优秀,怎么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? 你那个小助理跟阿恒什么关系啊? 没什么关系。 我听阿恒母亲说,她最近有点反常,还一个劲地往家里面拿钱,是不是追女孩子去了? 秦威浅没拿她的钱。 你想什么呢? 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我是想告诉你,人家阿恒钱没有多少,就知道问家里面要钱泡女孩子了。 你那个银行卡,额数上面数不清的数字,花不完的钱,怎么就一个姑娘也找不到? 就此,你对女的真没兴趣。 妈,你在想什么? 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,如果是,我也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 妈,你该不会又想着把豆豆拐回家让她继承财产吧? 嗯,是有这个想法,谁让你靠不住? 唉,行吧,在您把豆豆接回家继承财产前,还请调查清楚她的身份背景,别到最后把仇人家的儿子领回家都不知道。 我就喜欢豆豆,只要他肯来我家,就算是王继人那种老混蛋的儿子,我也乐意养。 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,该结婚的时候我会结婚的,只是现在还没遇到足够合适的人选罢了。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,有些时候越是着急,越是容易出错。 封九辞活了这么多年,也算是误出一定道理了。 他一直都在等,等着那个人出现。 这房间,你可记得,琴瑪儿觉得有些茫然。 这间房?这是什么房间呢?怎么了? 好端端的封九辞为什么要问这个呢? 忽然,他想起了六年前的事情。 哦,对对对对,好险啊。 封九辞是在拷问自己吧,这不是秦薇浅第一次和封九辞在一起开房,要了秦薇浅第一次的房间吗? 秦婉儿极度地发狂,但是他不敢表露出来,而是装作很了解的样子。 记得,六年前,我们第一次是在这里。 不管怎么说,封九辞豁然把秦婉儿找过来问起当年的事情,肯定是发现了什么,又或者是怀疑什么了吧?秦婉儿心中隐隐感觉到不安。 九辞,好端端的,你为什么问起这件事了? 秦婉儿,老实告诉我,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? 我没有。 把衣服脱了,秦婉儿甚至觉得封九辞是不是为了看清自己的胸部啊? 对呀,从小和秦薇浅一起长大的秦婉儿很清楚,秦薇浅的贱人不就是胸口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胎记吗? 还特别吵特别地难看。 以前秦婉儿还为了胎记的事情专门嘲笑过他呢。 脱,脱衣服干什么?九辞,我们这样好像不太好吧。 快点。 可,我们还没有结婚呢,你,你这样不好。 我不碰你,他说过不碰就一定不会碰他。 他知道,男人是想搞清楚那胎记的事情,他现在可以更加地肯定了。 从当初冒名顶替到现在,封九辞一次都没有真正地看过他的身体, 所以秦婉儿才能伪装这么久。 但是如今他说要看,怎么办呢? 秦婉儿的心跳得非常快,把衣服脱了。 秀次,我们都没结婚,你贸然让我把衣服脱了有点难为情,毕竟我们连订婚宴都没完成呢。 言外之意就是,想让我秦婉儿把衣服脱了给你看,那么必须重新给他一场隆重的订婚宴,你才威胁我。 我没有这个意思,我只是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。 什么是你的东西? 我的第一个男人是你,我把最宝贵的东西都给了你,我想要嫁给你,所以我想要封家少奶奶的位置。 但是,在我脱衣服之前,我希望你能负责。 我知道,你可能听了某些话开始记恨我,可是我真的真的很爱你,除了你,我什么都没有了。 自从订婚宴取笑之后,就有很多人明里暗里地嘲笑我。 就此,会是你的女人,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我被别人取笑和击凌吗? 秦婉儿你别忘了,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谁给你的。 封家少奶奶的位置,我想给谁当就给谁,还轮不到你来提醒我。 想给谁当就给谁当? 这一句话让秦婉儿心中锦铃大作,下意识地就想起秦薇浅那个贱人的脸来。 秦婉儿,你是不是喜欢秦薇浅了,他才给你做了没几天的助理,你就爱上他了,我跟了你整整六年,你就这样对我。 秦婉儿毫无掩饰的质问,从某种程度而言,直接戳中了封九瓷的命门。 这段时间他也一直在想,自己对秦薇浅到底是什么感觉呀? 毫无疑问,他讨厌那女人,讨厌她的做作肮脏不守妇导,讨厌她的一切。 可是每当封九瓷靠近她的时候,内心就会不受控制地想要接近她,甚至想要所求的更多,乃至于她的身体。 可是自己是一个对感情有洁癖的男人,他对自己的东西占有欲非常强, 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女人被任何人碰,他会生气,甚至会发狂。 可是他的感情洁癖到了秦婉儿的身上,却一点效果都没有。 封九瓷甚至都不在乎秦婉儿到底爱不爱自己,管他跟什么男人接触呢? 就算是秦婉儿和别的男人上了床,封九瓷也不会有任何反应。 因为封九瓷心里很是清楚,他不会碰秦婉儿的,他心底里抵触她。 就算他这六年来守身如玉,封九瓷也不会在乎的。 可唯独秦婉儿那个坏女人,明明什么都没做,却是总能牵动封九瓷的心弦。 他们只是上下级的关系。 按理说,封九瓷是不会去管自己的下属接触过几个人,和几个男人谈过恋爱。 如果有,封九瓷是断然不会和对方有亲密接触的想法的。 可偏偏就是那秦威浅,就跟缠身的恶魔一样,明明肮脏不堪,还是封九瓷最讨厌的那种女人。 可是在她面前,封九瓷的心里总是会有几分怜惜和病态的占有欲。 你跟秦威浅很久之前就认识,对吗? 没有。 六年前也不认识? 不认识,我跟她以前并不认识。 刷的一声,男人忽然掐住了秦婉儿的脖子。 我没有,九瓷,你别这样,我害怕。 秦婉儿的呼吸在这一刻都已经瞬间停止住了,大脑飞快地转动着,快速思考和判断此时此刻封九瓷的想法。 他觉得封九瓷这是在胁迫的,是在严刑逼供,他不能害怕,一定不能。 对,如果这时候承认全都完了。 九瓷,是不是秦威浅跟你说了什么? 我之前跟你说过,我和他有过节,他看不得我好,肯定会说我很多的坏话。 他并没有说你坏话。 没有吗?怎么可能? 钱为钱就算现在不说,以后也肯定会说的。 九瓷,我那么爱你,怎么可能欺骗你? 那就把衣服脱了。 他觉得今天如果不按照封九瓷说的去做,一定会被他彻底咽弃的,那么他就再也当不了封家的大少奶奶了。 一想到这儿,随着他的衣服慢慢地往下拉,他那雪白光滑的皮肤慢慢地显现出来。 但是男人却提不起一点兴趣来,从始至终都是如此地冷血无情。 他的眼里始终都没有爱,也没有喜欢,更没有冲动。 他看秦婉儿时等同于看着地上的蝼蚁不为所动。 这样的眼神让秦婉儿真的很不舒服,甚至很难过。 他很不喜欢自己深爱的男人用这种眼神看向他。 他觉得封九瓷的眼里应该是充满爱意的,至少不是像现在这样凶狠。 而当衣服拉到胸口,准备要露出他那迷人的双峰时,转身背对着秦婉儿说, 你可以走了。 你不看了。 走。 秦婉儿只好连起衣服,转身就往门外走,那扁着的委屈的嘴巴勾起了一抹不难察觉的笑容。 离开总统套房关上门,秦婉儿抬头看了一眼门上的数字, 七九七,那是秦威浅和封九瓷第一页的地方。 秦婉儿快步地离开了,总统套房里他陷入了沉思,他刚才看到了。 秦婉儿的胸口旁边是有胎记的,虽然封九瓷没有看到全部的形状,但是他记得就是那个位置。 六年前的一切资料和线索都是秦婉儿,他的身上也有封九瓷在意的那个胎记,所以难道真的就是想多了吗? 每次关了灯,听到秦威浅那娇软的低哼声时,封九瓷又会觉得发了疯地觉得那一碗应该是秦威浅而不是秦婉儿。 到底是因为太久没有碰女人,遇到那个声音吸引人的女人,就会情不自禁地对她产生那种想法呢?还是因为其他的? 封九瓷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。 就你这个小嘴炮,也不知道封九瓷喜欢你哪点,居然舍得大晚上买吃的来找你。 他可记得秦婉儿几乎每天做好吃的都会送来公司的,封九瓷看都不看秦婉儿一眼,更别说是大晚上亲自去找人了。 秦威浅就没见过封九瓷三更半夜地出门找过谁,逗逗如今能混到这份上已经算是非常厉害了。 秦威浅的目光忽然变得复杂起来,沉思了两酒之后,傅又叹了口气。 逗逗也没有再坚持,她知道秦威浅不想回答她的问题。 王继仁这个名字真的让逗逗很不舒服,逗逗也是个有骨气的人,王继仁既然不喜欢她,那她就和王继仁断绝父子关系。 以前的满心欢喜和期待彻底荡然无存,逗逗的希望扑灭了,但是她并没有气馁,没了人渣爹地,她可以去帮妈咪找更好的人呢。 对啊,比如那个齐叔叔,虽然有很多时候都护着妈咪,但是对她不太友好,逗逗能感觉得出来,齐子横看她的眼神有些冷漠。 风叔叔呢,虽然对她还不错,喜欢给她各种买买买,但风叔叔对妈咪不太好,经常在公司里头训斥妈咪。 妈妈毕竟是个女孩子,是应该被捧在手心里呵护的宝贝,不应该被人凶的。 嗯,还是齐叔叔好点,为了让她的妈咪幸福,逗逗可以勉为其难地接受她。 如果让她当后爹的话,虽然自己委屈了一些,但是只要妈咪的生活能过得美满幸福,她也就放心了。 满脑子都是风九词和齐子横,最终得出了答案来。 十一点整。 王夫人,今天这是怎么了? 秦婉儿明知故问。 合作吧。 什么合作?我听不懂。 哼,别装了。你也恨秦威姐,我们一起合作把她除掉。 王夫人,虽然我也恨她,但是你应该听说过,我之前在地业集团里面的遭遇,风九词已经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了,她心里只有秦威姐。 这个时候去动她,不是明智之举。 你不敢动,那就我来。 王夫人想起秦逗逗那张脸,就气得浑身发抖。 她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王家的儿子在外头逍遥快活的,平平安安地长大,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 虽然王岚口头上承诺会去找秦威姐签下合约,让他们母子俩放弃王家的财产,可此一时比一时,谁知道几年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? 谁又能肯定秦威姐对偌大的王家不感兴趣呢? 王夫人自己也有孩子,他们家的钱是一分都不可能给外人的,特别是小三。 秦婉儿也得到了自己想要听的话。 你想要什么样的帮助? 我要接近那个小孩。 那我做不到,秦威姐防我,就跟防贼一样,把孩子保护得特别好。 那就给我他们的行踪。 这个倒是可以,但是,我想知道你要做什么。 哼,王家不会承认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,就算是儿子,也不会。 懂了,秦豆豆去地业公司的时候,中午一点左右,封九瓷会带他出去买吃的。 如果秦豆豆不在地业,那多半是去了左氏集团,有一个叫徐烟的人看护着。 徐烟?没听说过,是什么大人物吗? 拼命百姓,在左氏集团当秘书助理,家里没有善后背景。 那就没事。 没有后台没有权利的人,欺负起来如同玩弄地上的蝼蚁一般。 不过,徐烟和左则宇似乎关系匪浅,左则宇还给他派了两个保镖,平时不经常出现。 给个小助理派保镖?看来又是个不要脸的小三。 秦威儿的目的达到了,担心被人看到,匆匆离开了。 你又在和王夫人密谋些什么? 我不过是来这里喝咖啡,你问这么多干什么? 说起来,我做什么事跟你有关系吗? 你最好别对浅浅动手,否则我养你好看。 齐子恒,你当了六年的舔狗还不够吗? 你对他这么好,他可有半点把你放在心上。 一句质问的话戳到了齐子恒的伤心处。 秦威前也就只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会想起你,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在乎你。 我都想不明白,你为什么要这么护着他? 如果你真的爱他,想要得到他,就应该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忘掉。 因为只有我,才能真真正正地让秦威前离开王纪人。 只有那样,你才有和他重归于好的机会。 你如果只是让浅浅离开王纪人,我可以帮你。 但你找王纪人干什么,她是什么人你心里不清楚? 要做非常之事,肯定要行非常之法。 除了王夫人,有谁能管教地动秦威前这个小三? 吉林还需纪灵人,王纪人这个纪灵人靠不上,当然要让王夫人出马了。 原配收拾小三,最合适不过了。 虽然秦威前不是王家的小三,但秦威尔有的是法子把王夫人的怒火转移到秦威前身上。 你最好保证前前没事,否则我不会饶了你。 秦威尔笑了笑,转身就离开了。 妻子横还觉得不放心,给秦威前打电话提醒她。 秦威前得知是秦威尔在捣鬼之后,脸色沉了沉。 你最近这段时间,要小心一点。 我知道了,谢谢你。 秦威前十分感激她。 中午有空吗?我想过去看看你。 哦,午休时间,我没法出去。 上次秦子横还帮她还了那么大一笔钱,秦威前的心理过意不去,也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和秦子横见面,只能用出不去为借口搪塞她。 不用你出来,我过去找你。 总裁不喜欢中午有人过来。 打扰她的员工。 没事,最多被九叔骂几句,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 办公处禁止用餐,弄脏了合约,责任你是担不起的。 我知道了。 九叔,浅浅吃的这些都比较干净,不会弄脏合约的。 封九辞没打理齐子横,冷着脸就朝着办公室的方向走去。 你等我一下。 然后他飞快地追上封九辞。 秦威前看着男人离去时那冷傲的不可一世的背影,忽然觉得脊梁骨有点发冷,他感觉到好像封九辞是生气了呢。 算了吧,低头继续工作吧,这疯男人总是这么喜怒无常的。 九叔,浅浅只是女孩子,你不要对她大过于苛刻。 我觉得您对待女孩子要温柔一些,如果你实在不喜欢浅浅,可以让她到我公司,我很乐意跟她一块上班的。 滚回去。 九叔,你别生气,我这都是为你着想。 反正你每天看到浅浅都不舒服,她工作能力又比较一般,和你手底下那些秘书没什么两样,为什么不能放过她? 是因为公司和员工的合同吗? 九叔如果觉得违约不太好,我可以替她支付那几百万的违约件。 住口! 秦威前是不可能离开地业的,现在不可能,以后也不可能。 除非…… 除非什么? 除非她死。 而已经趴在沙发上睡着的秦逗逗,才听到两人对话时睁开眼睛。 封叔叔,你想干什么? 睡你的觉。 我听到封叔叔说起我妈咪了。 虽然我妈咪年轻漂亮,有很多人追,但她是一个有理想的人,她以后绝对会离开地业集团的,我也会走。 封叔叔还是看清楚这一点为好。 兜兜说得对,就说,您不能这么自私,浅浅只是你的助理。 她来地业集团上班,也只是为了找钱生活而已。 日后她有了足够的损款,肯定会离开公司。 与其等到以后,九叔不如现在放手,好成全了我。 封九子觉得这两人是在跟她抢人吧,抢的还是那个不知廉耻私生活不检点的女人秦威浅。 这样子在感情有没有钱。 状况在码 moeten